聚雍亭記7 各位跟我今天繼續講的是歐陽修的聚雍亭記 今天我們一起談談本文的修詞 首先本文開頭是出了陳迪法的 帶出聚雍亭 關於這方面我們在第一、第二節 現在有詳細的分析 大家可以翻看有關的教育短片 除了這個例子之外 本文都用了另一個陳迪法 大家知不知道會在哪一段呢? 沒錯,就會在第四段 的 原而 大层次分明,琴鳥之樂是最低層次,仁之樂是較高層次, 而太守之樂是最高的,所以作者在這帶出傳聞的主題都是用了沉遞法的。 其次,作者在描述《翠翁亭時》是用了什麼手法呢? 沒錯,就用了比喻,峰迴路轉有亭亦然,臨於全上者,翠翁亭也。 然而是形容亭角兩邊翹起的樣子杖料,而展開翅膀的姿態一樣, 作者運用了名譽描寫《翠翁亭》,居高臨下戰志如飛的狀態,寫得好象真有生命力一樣,十分生動。 除了之外,本文還用了什麼句式?是很有特色的呢? 作者是用了什麼修詞技巧呢? 1. 頓友 medium 例如 日出而臨飛開,雲歸而閻月明 二,朝而往,無而歸 三,父者歌於圖,行者憂於樹 四,前者夫,後者認 五,社者眾,易者成 這些都是對偶公正的句子 有和諧的對稱的美感 二是排比,例如 野芳發而休坑 皆目秀而繁音 風雪高潔 水落而石出者 山間之四是也 其中野芳發而休坑 皆目秀而繁音 風雪高潔 水落而石出者四句 結構相同 節術略有參參 都內流暢明快 又有變化 本文是運用的句法 運用了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作者善於 對偶和排比的句子 與散 下人的句子 互相結合 這樣就得到 和諧中 有變化的效果 我們以上的那三個例子 請大家在環線上填下 作者先使用兩個對偶句 付者歌於圖 然後是甚麼呢 填者夫 然後是甚麼呢 接著果為散句 搬流提貴 隨人又也 熱雞兒又用藏句 臨稽而愚 跟著是甚麼呢 讓蜂為酒 跟著是甚麼呢 跟著又轉為散句 生牛野畜 跟著是甚麼呢 太獸燕也 好,答案出來了,大家去對一對吧! 遺作者把這些句和散行句交錯地運用, 看起來是陰調鏗窗,根據整齊中有參與變化的美感。 最後一個練習是讓大家做一做的,大家可以看看題目。 為何要把麗屯做出的,大家請來,各位來到啊我來, 慘應大家,阪mumbles婶, 我們 longe滑在誇獄來消失、 各開始嘗嘗。 好像在 Ser whe, 微香碗就是清潔概念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